本周上映5天的秦雅吉票房破3亿 与同期上映的拆弹专家2相比 票房与讨论度上都表现平平 两天后的凌晨 导演郭敬明发文正式向作家庄宇道歉 表示后悔在法院判决他的小说 《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庄宇的小说 圈里圈外以后 不肯承认错误 今天正式道歉 郭敬明在长文中表示 庄宇女士对您造成的伤害 我郑重道歉非常对不起 同时她还向所有的原创作者们 和原创环境道歉 希望拒绝抄袭尊重创作 话说 该电影上映期间 郭敬明正面临外患 12月22日秦雅吉上映前三天 上百位知名编剧制作人联名 呼吁抵制余政郭敬明 称他们为文贼 批评他们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这份抵制信由影视业从业人员联名签署 一共111位导演编剧和作家 其中包括琼瑶 苏彪 王小平 于飞等知名编剧 以及作家庄宇 随后又有几十位陆续加入 联名抵制郭敬明余政的名单已达156名 牵头人表示 两人早已被行业开除 一直以来 郭敬明刻在公众心目中的 高齐风波挥之不去 而今他又出现在各大综艺节目中 以导师的身份 但是导师之路并不顺利 他的表达常常被认为实在诡辩 郭敬明在道歉信中 称自己将把梦里花落值多少 这本小说出版后 获得的线上线下所有的版税 以及全部收益 汇总计算清楚之后 全部赔偿给庄宇 如果庄宇女士不愿意接受 她表示会把这笔钱 捐给公益慈善机构 接受公众的监督 2006年 庄宇曾因郭敬明的小说 《梦里花落值多少》 抄袭自己的作品 圈里圈外 而将对方告上法庭 最终法院判定 郭敬明赔偿庄宇20万元 并公开道歉 不过郭敬明当时拒绝道歉 进行赔偿后 至今没有道歉 我在23岁的时候干了一件事 我刚刚完成学业回到北京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发现我的一本小说被抄袭了 我特别痛苦 哭哭啼啼地找到了一个大律师 我跟他说我要告他 我要告那家出版社 听到这个消息 媒体炸了 纷纷报道着 一个叫庄宇的 名不见经传的小作者如何炒作 互联网上到处是对我的羞辱 谩骂和攻击 但我没有退缩 为了这件事 甚至辞掉了工作 我要的是讨回一个公道 三年以后 北京市最高人民法院 做出终审判决 我赢了 那一年 我二十六岁 这个问题我就不想谈 这个问题我不想谈 这个官司其实使得你的这本书 这个问题我不想谈 你经历了这个事情之后 你觉得会对你的人生带来影响 他还想谈 不管别人质不质疑你 或者说相不相信你能写东西 或者说他根本就不会写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这些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不需要去言语上去跟他们争论 不需要言语上去说 我会写 我要怎么样 说这些都没用 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 好 你觉得我不会写 那我可以 我五年十年二十年 我再给你 我继续写 我可以写一辈子 我写到八十岁 我写了一百本书 一千本书的时候 我每本书销量都非常的好 每本书都大家很喜爱 你其实 你可以一直说 但是你越说到后来 你自己的底气是不足的 你就没办法再来说这个东西 网友评论说 你早不道歉 晚不道歉 选在自己电影上当时道歉 当时不道歉 是为了继续赚钱 现在道歉 也是为了能够继续赚钱 郭敬明道歉以后 网友喊话于正 希望其能出来道歉 但是遭到了他的拒绝 江海林老师质疑您的一点 他说关于公所连城抄袭梅花落的事 法院已经宣判了 而且时间过了挺久 他问您为什么还没有道歉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过去 然后我不对我的过去做任何解释 我以后我会用我的作品 和我的所有的一切来证明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而且我不需要向他去交代任何的事情 刚才我们也垫踩了他 他说他认为这件事情的社会影响力很大 他说您作为一个编剧 应该先行道歉 再进行社会活动 您是怎么看待他的回应呢 我为什么要回应他呢 他是谁呀 这不是太搞笑的一件事吗 那您有道歉吗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个话呢 嗯 好的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个话 你这个采访是带有恶意的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样的话呢 那老师我想问您一下 有很多同行至于您当这个演技类节目的评委 您怎么看他们的这个质疑呢 喂 余仲老师